大家好 我是陈寗 在蘋果眾多商品中 除了一些特定 我會建議你不要買東西 比如說保護殼之類之外 我最常會教大家 你要買之前 要思考一下的 就是這個 Apple Watch 為什麼呢 因為 Apple Watch 他並不是一個必要的東西 就以我自己來說 好了我戴著 Apple Watch 其實一整天我去用到他的功能 幾乎就是 可以說是沒有其他功能 就三個 一個是看時間 看時間任何一支錶都可以 然後第二個是看心跳 但因為現在有吃藥的關係 心跳也比較沒有問題那麼大 然後第三個就是 那個看訊息 所以 Apple Watch 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但是有些人 他是真的需要 Apple Watch 對他來說 有 Apple Watch 對他不只是說方便而已 對他來說甚至是一個生命的保障 所以上一次 我錄了一支影片跟大家談 就是說 哪些人呢 其實你可以不要買 Apple Watch 甚至你乾脆就不要買 今天呢 我就來談談 到底什麼樣的人呢 應該要買 Apple Watch 而且建議一定要買 那當然呢 你看完之後你可能會想說 陳寗啊 那個 Garmin 也可以做到一樣的功能 之類的 那 很好啊 你就去買 Garmin 或者告訴你 應該要去幫這些人買這個東西 你說 這個 Apple Watch 我就是看 Apple Watch 不爽 我要買 Garmin 那你就去買 Garmin 這 這 I don't care 你買什麼 我不在乎 只是呢 你問我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你買 Apple Watch 因為 大部分呢 Android 的東西 我用都會當機 那這應該是我跟他八字不合 因為 有的人用 iPhone 會一直當機 但是我用 Android 就是會一直當機 所以你高興就好 好不好 那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然後看完影片之後呢 你需要一些蘋果的周邊配件呢 我除了 Apple Watch 沒有周邊配件之外 其他都有 所以呢 在資訊欄裡面 你可以找到 嚴選的 比如說充電器啊 保護貼保護殼之類的 那些呢 都是跟我自己在用的一樣的產品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我們先講 什麼樣的功能 是我認為 對 Apple Watch 的使用者來說 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關於心跳跟心率的 去檢測 很多人呢 其實他都有潛在的心臟風險 但是你不知道 比如說呢 有的時候你會忽然間 坐著坐著 忽然間心跳就飆高 像這個事情呢 我自己就發生過 像這種情況呢 你自己是不會感覺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奇怪 現在好像胸口悶悶的 現在感覺有點緊張 但你其實不知道 你的心跳忽然變很快 那這個東西呢 Apple Watch 他會一直不斷地在監測你的心跳 甚至他高過一定數值的時候 他會警告你 因為有些人心跳是很快的 他會跳到200以上 那你跳到200以上是一定要看醫生呢 300 就送急診了 所以 如果你的心跳忽然間發生這麼快的時候 有時候你自己是沒感覺 你自己就會覺得說 感覺有點不舒服啊 什麼的 好像心跳很快 但是你沒有一個數字 你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去醫生 看還是不是去醫生 去看醫生 那 Apple Watch 呢 就可以幫助你 那第二個呢 就是現在 Apple Watch 有那個 ECG 心 就是那個心電圖嘛 那這個東西呢 對於一些常常會感覺到心臟不舒服的人來說 其實很重要 因為 很多人 他的這個心率有問題 常常都是看到醫生就好了 就是你平常心臟痛啊 不舒服啊 幹嘛的 那就看到醫生就好了 然後呢 你找了一天 然後醫生呢 幫你排了心電圖 然後你去做心電圖 結果啥事也沒發生 醫生就跟你說 OK 你沒事 你可以回家 跟你回家之後又不舒服啊 所以 Apple Watch 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這個 ECG 呢 他是做什麼用的 他不是用來幫你診斷 而是呢 當你感覺到不舒服 比如說現在 現在不舒服的時候 那你先看 心跳也沒有跳得很快啊 那這個時候呢 就用這個 ECG 的功能 先把你現在心率的這個狀況 把他記錄下來 或者是呢 你就固定地去記錄他 固定地記錄他 那最後呢 他可以從電腦上面呢 印出一份 PDF 的表格 就是他可以印出那個整個記錄表 那這個東西呢 你就可以拿去給你的醫生看 讓醫生幫你判斷 這裡再次提醒大家 除非你自己是醫生 不然呢 千萬不要自己當醫生 其實呢 你真的去問一些醫生朋友 他也會跟你講說 這個不是我的專業 你應該去問誰誰誰這樣子 尤其是去台大看的時候更是如此 所以 不要自己當醫生 這個東西只是幫助你蒐集更多的資訊 讓醫生 就是可以幫助醫生更快地去幫你判斷 那這個 Apple Watch 其實 對我來說 有的時候呢 其實是一個遺憾 因為呢 像我們家 就是我們媽媽這邊 每一個人幾乎都有心臟問題 我自己沒有 所以 這個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我那時候心跳很快速 我媽非常緊張 因為他們家每一個人 就是我媽媽家每一個人心臟都有一點問題 那我阿公更是在差不多 我記得好像六十來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因為心臟問題 所以 如果有 Apple Watch 的話 其實對阿公他在監測他的心臟的一些問題 都是有幫助的 這個東西 可以只能說 如果阿公活到現在的話 可能他會活更久吧 因為科技進步的關係 那再來第二個功能呢 對這個 Apple Watch 很重要 就是跌倒偵測 剛剛講的是心臟的問題 那接下來講的是跌倒的偵測 跌倒是 可以說是現在老人致死率非常高的一個死因 現在因為醫學發達的關係 所以很多得癌症的 或者是得一些心血管疾病的 都沒有那麼容易死掉 每次呢 很多老人家說說 忽然跟你說 他得癌症末期 然後過一段時間你看他活蹦亂跳了 然後過一段時間忽然間又過世了 然後你問他是為什麼過世 他是因為 吸入性的搶傷過世 或發炎 或者是因為跌倒過世 大部分呢 都跟這個癌症 或者是什麼 心血管問題 沒什麼關聯 所以 這個跌倒這件事情 對老人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那其實很多老人家 他在跌倒的當下其實是沒 應該說當下如果立刻送醫院的話 其實是沒事的 可是呢 常常就是因為一個人在家 或者是半夜 我們家阿公就發生過 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 他半夜起來上廁所 然後上廁所之後就跌倒了 那跌倒之後自己沒有能力爬起來 那因為家太大了 房子太大 所以喊也沒有人聽到 恰常因為跌倒比較虛弱 所以沒有人聽到 一直到 另一個人去上廁所才發現 阿公怎麼跌倒在這裡才趕快 看有沒有怎麼樣 還沒怎麼樣 只是爬不起來而已 所以 Apple Watch 這個偵測跌倒這個功能 對於長照 尤其是現在 台灣這個 老人家越來越多的情況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不管這老人家是意外跌倒 或者是忽然間昏倒了 這個 Apple Watch 呢 都可以及時地幫你求救 當然不能說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他會多一層保障 去偵測說 又老人跌倒了 然後那是什麼原因 至少他會幫你叫 119 而不是放任老人家 就躺在那邊 然後躺了一整個晚上 然後等到 這個 這個 我必須說這真的 我周邊我認識或聽說真的很多這樣 就是 回家的時候 發現那個老人家已經 就在地上已經過世了 那 最後追究的原因都是 跌倒 或者是他就忽然間昏倒 但是因為當下沒有人在家 所以沒有人發現幫他送醫 所以這個功能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對於老人家的照顧來說 如果啦 你們家的阿公阿嬤願意帶著他的話 你甚至呢 之前問我說 那阿公阿嬤帶整天的話 那 這樣子要怎麼充電 我甚至會建議你可以買兩支 就是呢 買 你不用買貴的 你買運動款的就好了 你買兩支替換 就是 現在帶這一支 那這一支拿去充電的時候再換另外一支 那你說 可以這樣很花錢 但在我看來 還有什麼 是比人活著更值錢的 所以 這個Apple Watch這個功能 我覺得來說非常重要 然後第三個也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定位 我們家阿嬤 我一直都講我們家阿公阿嬤 但其實 這是包含了一個很大的族群 因為包含我自己的阿公阿嬤 跟我太太的阿公阿嬤 我們全部都叫他阿公阿嬤 所以 就是 各個不同 你不要想說奇怪 你剛不是說你阿公在六十幾歲過世 怎麼又有另外一個阿公還活著 因為 我跟我太太加起來 就有四個阿公跟四個阿嬤 所以他是一群 那 我一個 其中一個阿嬤 就我媽媽的媽媽 曾經發生過一個意外 就是呢 他走出門 他就是去公園 然後從我家走去 那時候我家在一樓 然後有跟人家住一個店面 所以呢 他其實是應該要走 就是從公園走回來的時候 剛剛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走樓梯上去公寓樓上 另外一個選擇是走一樓 走到我們家的店面 但是呢 他兩個都沒有 他忘記了 然後他就走出去 就沒有再找到 就找不到他了 就差一點就成為失蹤老人 然後那一天呢 是我人生爬樓梯爬最多 因為我幾乎把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 整條巷子 還有隔壁隔壁巷子的每一條樓梯 都走上去再走下來 走上去走下來 然後頂樓全部都看看 可是 全部都沒有找到 那個是我們超級的 也抱得緊幹嘛的 那 因為那個時候阿嬤也沒有手機嘛 所以根本找不到他 最後呢 是非常好險 就是 有一個人非常好的老闆 看到我阿嬤 那個已經離我家很遠了 那已經是要 已經是要往台南線的方向去 那離我家非常遠了 然後那個老闆看一個老人 非常茫然的這樣走 那個老人叫他不要 那個老闆叫他不要再走了 就搬了一張椅子 讓我阿嬤坐在他們家店門口 那剛好我們的鄰居要出門玩 就剛好看到 那個 陳寗他家阿嬤怎麼坐在這裡去問 然後又打電話來問我們才知道 原來是我們也很急的在找阿嬤 所以那個鄰居才幫我們又把阿嬤載回來 是一件非常非常驚險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現在就是說 阿公阿嬤就是帶這個Apple Watch 那就還好啊 就是定位 那雖然你說可能定位不準 但是至少可以縮小範圍嘛 如果那個時候知道我阿嬤已經快走到台南線去了 我就不用在那邊爬樓梯 我們一開始就開車去那邊找他就好啦 所以 Apple Watch 對於長照來講 我認為這是一定要買的東西 對於其他人來講 我覺得可有可無 其實你說什麼 可以通知一下訊息 幹嘛 我覺得這種東西 有也好 沒有也好啦 你說一定要看到訊息嗎 那你說古人怎麼辦 對不對 有些訊息不是那麼要緊 尤其是老闆傳來的訊息 這個應該講其實還是很要緊 但是 真的你沒有要緊到 你非得要拿Apple Watch這樣看到 其實拿手機看也是可以 所以 Apple Watch 這個東西 對於大多數人來講 我認為可有可無 你高興買就買 不高興就不要買 但是呢 對於我今天講的這三種 第一個 心臟上的健康 或者是你有一些健康上的問題 第二個 老人家的照護 第三個 避免老人走失 或者小朋友走失 甚至你家的狗走失 但是 Apple Watch 沒有辦法 戴在狗身上 因為他沒有 Apple Watch 只要離開你的手 他就會鎖定 就會失去功能 所以 狗呢 用 AirTags 比較方便 就幫他帶一個 AirTags 在這邊 前陣子 我助理拿了一個那個 Tile 就是那個 那個 有一個牌子叫 Tile 那個 AirTags 出的時候 他還告蘋果 來刷一下存在感 他拿一個 Tile 跟我說 這個他不會拿去給他的 Larry 就是他的 Larry 我有一隻狗叫 Larry 我的那個助理的狗 他說狗會給他帶 我說其實你可以給他帶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因為呢 在藍牙的收訊範圍內 你只要大喊 Larry 狗就會回來了 那你給他帶一個防丟器有什麼用呢 所以如果你怕狗或貓出去很遠的地方找不到 你應該買給他是 AirTags 而不是一個什麼 Apple Watch 那是別的別的概念 但是如果有一個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 你擔心他搞丟的話 那麼 Apple Watch 真的是一個非常必要一定要買的東西 很多事情呢 你真的不能等到發生了 再來去想怎麼辦 真的不可以這樣子 這事情就是 給大家都是我的經驗談 因為剛好都遇到過了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今天呢 我們就聊到這裡 那如果呢 你對於這個蘋果產品 還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有機會我們都可以再聊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那最後如果你看完影片之後 你覺得這你的影片太棒了 我要支持你拍更多這樣的影片 在資訊欄裡面呢 有這個頻道會員的連結 在旁邊也有超級感謝的按鈕 這兩個都可以支持我拍更多的影片 然後同時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頻道會員專屬的影片 比如說有一些我們拍壞了的影片 然後像我們前陣子 助理忘記插記憶卡 像這個這種這麼好笑的影片 其實應該不能說好笑啦 因為全程我們都沒有發現他沒插記憶卡 他自己也沒發現 但是呢 那個影片又拍完了 我也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到頻道會員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啦 那最後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